新聞大白話年終破關 解任務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了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來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譚一輪 那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也邀請您下載TVBet新聞網 App掌握最新的消息 那我們這個階段要來加入的來賓 趕快來介紹一下資深的影視記者 麥若宇 麥哥 一人好 大家好 好 亞洲跟拍一哥 葛思琦 小葛 一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最花哨的話題 我們在娛樂的焦點上面 要繼續討論的是王力宏 因為王力宏7加7 原本說他有可能在 昨天聖誕夜的時候出關 那今天早上也持續有媒體 有在這個S Hotel飯店前面來守候 那到底他今天早上有沒有出關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新聞片段 媒體大陣仗守在飯店車道 不放過每一台出來的車 王力宏18號返台 入住汪曉飛的隔離飯店 25號隔離滿七天 傳出可能離開飯店 不過一個早上都沒等到人 前一天耶誕節 媒體守在飯店 因為傳出王力宏 24號隔離第六天 已經進行了PCR篩檢 代表春節入境方案 可能是選擇7加7 還有退房住客坐上計程車 跟鏡頭揮手 一度讓大家誤以為是王力宏 最後虛擬一場 25號深夜 經紀公司也傳訊息 寫下王力宏今晚不會離開 而26號早上9點退房時間一到 三台防疫計程車 開進飯店地下室 不過都沒有看見王力宏的身影 飯店人員透露該退房的都退房了 如果不是7加7方案 目前剩下10加4或是14加0 代表有可能是28號晚上 或是1月1號元旦退房 採檢報公司如果沒有出來的話 是沒辦法離開的 還是要看政府那邊打開嗎 外房時間都是由政府去安排的 不是他們要決定 或是我們決定的 如果採漾如果沒過的話 客人還是會在眼瞳 一切都是政府安排的話 只能把你替交車 根據衛福部規定 出管返家只能坐防疫計程車 但是勢必躲不過媒體追逐 如果王力宏續住滿14天 就能搭保姆車離開 不過多住7天 每晚3萬6等於多花了25萬2千塊 至於王力宏出關 可能會去哪裡 除了仁愛路的吳江豪宅 還有忠孝東路的國庭豪宅 跟京華街的工作室 目前動向還是個未知數 TVBS新聞黃巨巍 陳佑祥 詳聲請聊的 我們剛剛看到新聞片段說 早上其實有三輛的防疫計程車出來 不過看起來都不是王力宏 到底王力宏有沒有已經出來了 七加七他到底是不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昨天晚上我也是在晚班 那昨天耶誕節大家都很歡樂 但不過因為王力宏的事情 其實很多記者都跑去調派 那我自己也聽到一個記者他說 攝影記者他說 原本他們就是看到一個防疫計程車出來 就一直追... 結果後來下來是一個老頭子 然後老頭子自己也很驚訝說 幹嘛拍我 發生什麼事情 那確實因為這個 雖然八卦已經到了一段的時間 比較那個 但是現在正是他要出來 面對大家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要帶大家持續來關注 那當然這個被捲入在這個 李敬蕾跟王力宏的徐若萱 他現在有個華燈2 大家都很好奇 因為這是Netflix的這個影集 他戲份會不會被刪減 其實這個總監製李志偉說 不會剪掉都已經準備好等大家了 但是大家就會更好奇 這說不定也是一種效果 但我們還是要回到王力宏 他其實昨天跟媒體過招得相當頻繁 我們就幫大家來整理一下 其實真的滿厲害 真的滿像政治人物的方式 他過招媒體怎麼做 在四點鐘的時候 經紀公司先放消息說 他會續住S Hotel 因為在7加7 所以昨天原本是前面這個七天 他後面七天其實是可以到家 來進行自我的隔離 後來五點的時候 平面媒體可能是應該不太相信 經紀公司所說的話 所以大家就集結在S Hotel了 不過在晚上八點半的時候 防疫計程車開出 這個媒體就追到士林 發現不是王力宏 應該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老頭是不是 所以他下來的時候就嚇到說 我又不是王力宏 大家幹嘛追著我到士林 那在10點鐘的時候 經紀公司再發聲明說 王力宏今天25號不會離開 不過在這個10點20分的時候 其實有個不具名的客人 體恤媒體天寒助手 所以有請飯店來提供 咖啡熱茶給媒體 那不少人就覺得 應該是王力宏 那好像說有傳這個訊息 給王力宏經紀人 他還舉了一個握手 應該就是他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10點46分的時候 媒體又報導說 王力宏選的是 7加7加7的C方案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離開呢 因為如果他是選7加7加7 最晚就是在今天的11點前 必須要離開S Hotel 所以今天早上6點26分的時候 又有人說 退房的人都離開了 到底他有沒有走呢 那經紀公司說他今天不會離開 所以很多人就一頭問號說 他到底現在是在做什麼 是不是煙霧彈 我們先請麥哥幫我們講一下說 你看這整個過招方式 有沒有吊虎離散可能 是 我覺得真的這個是 媒體最大的最難的一個陣仗 等一下小葛會講 因為小葛在這邊 這個難度 其實飯店本來已經就很難了 因為飯店有地下通道這些事情 尤其是防疫旅館 防疫旅館的話 如果你媒體預舉的話 你不小心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可能會觸犯法令了 就是你不能夠 你根本不能跟防疫旅館裡面的 這些還在隔離等有任何接觸 但是這個就很吊詭 因為媒體就是要去接近王立宏 但是王立宏他現在就有一個金鐘照 就是你不可能接近到我 因為我還在隔離 不管我選擇哪一個方案 我都在隔離 我都是一個隔離的人 你是不可能跟我有近距離接觸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難度很高的 一個新聞站 當然昨天 其實我昨天在節目上 我猜 我本來以為說我亂 因為這個東西很難猜得到 我就說因為王立宏被客人投訴了 所以他可能會選擇離開S Hotel 但是你忽然發覺昨天真的是媒體 像伊倫講了 大家根本守不到 也發覺根本不是的話 那應該就是還繼續住在裡面 我覺得繼續住在裡面 也有可能性 為什麼 因為七天對他來講 你覺得王立宏如果照他的鄰居講 他平台拉小提琴 在做音樂 他整個後面的事情他都想好了嗎 他出來真正可以隔離完了以後 他要去面對社會大眾 他要去面對李敬蕾的這些方案 他都已經想好了嗎 我覺得可能七天還不夠 可能還要多一點時間 再去跟經濟公司也好 跟家裡父母親也好 跟整個周邊的最親近的人也好 再想怎麼去模擬這個沙盤推演 所以我覺得七天可能也太短 那也許再來七天是OK的 因此我就猜可能王立宏還在裡面 因為這個感覺上來講 七天也很突然 如果你的七天 就算是媒體接觸不到你 但是如果你就馬上跟媒體 跟拍到了 你進了這個不是吳江 在中澳東路的 你的那個華山對面的住宅 國庭 你進了國庭 大家還是會知道你的行蹤 我覺得他可能還是 還是讓媒體短時間之內 不會知道他的行蹤 但是我覺得那個熱咖啡很棒 一杯熱咖啡 我昨天還跟製作單位講說 你看本來昨天講說 徐若瑄說一杯熱奶茶的等候 因為他已經開始PO 他的IG現實動態了 幫一個新的電影 再等於說加油 因為徐若瑄對台灣的新電影 他都會很有鼓勵新導演 一杯熱奶茶的等待 後來我昨天晚上跟製作單位說 你看一杯熱咖啡等待 其實這個行為 也是我昨天在節目裡面講 王烈宏未來應該會很低調 很 怎麼講 他會對媒體會很放下身段 因為他已經是被打趴了 這個時候如果你還有一點 就是我剛剛講反差 他一開始回來 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還敢拿攝影機 手機拍媒體 結果後來他被小葛的證據 報出來之後 他知道他已經完全沒有辦法那個了 所以我覺得他對媒體 他會很低調 所以主要那個熱咖啡很送暖 昨天那個寒流 聖誕夜寒流 那一杯熱咖啡 我相信媒體不會 因為一杯咖啡就被收買了 我們都做過媒體 但是藝人的事實的這種溫暖 我們會感受到的 你會覺得 我在這邊守是我的工作 我有必要在那邊守嗎 大寒流 又大盛難夜 我一定要守你嗎 你讓我生活這麼困難 所以邁哥剛剛講一個重點 熱咖啡 所以這是不是很懷柔的政策 也讓大家覺得好像很高興 當然也有人認為說 他是不是在中間 那個3到6點鐘的時候 其實就有可能離開 小哥 其實我這樣講 今天早上不瞞說我 今天早上10點半的時候 我今天到現場的時候 其實看到很多辛苦的媒體人員 大家工作人員 因為下了大雨 風雨有點大 還很冷 寒流來 大家都在外面等候守著 這時候真的 他有送兩次咖啡 我目擊到看到這一切 但是他送咖啡的時間 有點太巧合一點 就是剛好防疫汽程車 就開了進去 你說怎麼會這麼巧 所以大家就慢慢的 不相信這個咖啡到底能不能喝 有沒有毒 因為你知道這個時間拉得太巧了 有毒的咖啡 對啊 我跟你講 我大概10點多到現場 大概10點半 10點半到11點之間 大家就講了 11點他應該要出來 對不對 因為法令上的問題 如果說你是7點的話 你11點最晚一定要出來 但是其實我在早在 節目上就講過了 我一直認為他不會出來 我在7點覺得不出來 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那時候判斷的時候 大概一件因素 我覺得他不太肯這個時間出來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時候 10點半 10點40 送了兩次咖啡 在11點05 0506的時候 竟然送什麼的 送吃的 送薯條 對 但你看11點40多的時候 有一台計程車進去 大概待了很久 大家在想說 看進去的時候 那台計程車這麼有窗簾的 那這是在做準備 這要挖板子在做準備 要把它遮擋好 因為很久 拉了很久以後 人才出來 車出來以後 竟然車窗是整個降下來的 那當時飯店人員是等到 車出來以後才說 這是一般客人請不要拍 好 不要拍 那大家還堅謹地讓開... 但你知道這個 車子出來之前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看到許多的文字記者 還在拿薯條 對 那你怎麼會在這個時間 送薯條呢 對不對 那記者 記者很聰明 在這個時間點 剛記者才進去 你這個時間送薯條 那個不行 不能 其實不能吃 那一定是吊虎離山 所以當時很多的記者 當時就覺得說 會不會是吊虎離山 所以不接那個薯條 就大家還是 攝影都已經在那邊 但是很多文字記者 到時候就去拿薯條 文字記者 訓用卡位沒有意思 所以他吃他的薯條 所以我當時大概 守到11點20分的時候 我看看說 其實我覺得判斷今天 應該是不會出來 因為在早上10點半的時候 我到現場 我第一次做件事就是 我先勘察這邊的路線 其實我繞了一圈 第一個 這一次他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你必須要當防疫計程車 還要再加上隔離衣 走大門是絕對不可能 電梯都要分開坐了 更何況是樓層 所以我當時其實有個想法 我是不是要住他那個樓層 但不對 他的樓層是防疫樓層 就算我要住一個跟他一樣 住不進去 對 我要跟他行政房 我可能要住到樓下 這跟以前你們追明星的方式 又完全不同 因為他有疫情 他的防疫 對 我往常以前追明星是 你住哪裡 我就住你隔壁 你住總統套房 不要心 我住你旁邊的行政房 對 這件事情在大陸 就唯一一個人辦不到 楊密 楊密絕對拍不到 為什麼 楊密每一次只要去拍戲 劇組睡樓下或是隨著酒店 他自己住在頂樓的高規 不好意思 頂樓高規有幾天 他全部買下來 不讓你上去 正式電梯卡都不給你 所以例如說12樓是頂樓的 那個中頭套房 不好意思 你的電梯卡就只能到11樓 安全門全是關閉的 你絕對拍不到 所以楊密為什麼到現在 一直很少有這樣的緋聞 或是說有男生進他的房間 一直拍不到 其實他們早就已經有花大錢 在做這個防禦的動作了 封城 對 封城 其實說真的 王立宏這一次好不好拍 坦白說算非常好拍 為什麼 因為S Hotel是單車進車出 就一個車道口 他沒有其他的洞 隔壁又是一個大門 大門絕對防疫人不能走大門 那個也知道 現在能走的哪裡 就是那邊 車庫 車庫進來的時候 一定會有計程車 所以大家也不用這麼緊張 也不用這麼累 大家在車上休息 看到計程車來的時候 再慢慢緩緩的下去 再探聽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今天早上10點半的時候 下去 我跟他進去廁所 你知道 很嚴 他應該不知道我的身分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戴 我戴了帽子 又戴了口罩 你是亞洲第一狗仔 不知道你的身分 因為我戴了帽子 又戴了口罩 結果露眼睛 我就幫他說我可不可以進去廁所 他說可以 那你先找一個十連制 我探完之後 他女孩子 一路帶著我下B1上廁所 真的喔 我上完廁所你知道嗎 我一開門 他還在那邊等我 可以說 因為其實我說真的 光我看這樣的工作人員 這樣的狀態 表示王力宏目前還在S Hotel 要不然不會有這樣的跡象 好 如果他現在在S Hotel 那可能就是七天之後 我們才會遇到他對不對 那七天之後他會往哪裡跑 現在說包含像是他的這個 九千萬的忠孝東路二段 這是他成名之後買的 那還有他的吳江 大家現在最喜歡吳江 每個人都想要移動吳江 仁愛路三段4.8億 或者是在京華街的工作室 其實我昨天我的記者 我的攝影也是去到 京華街這邊守 那這三個地方 他到底會去哪裡 麥格 我覺得吳江應該不會是他的首選 因為吳江已經是太大的目標了 已經變成一個地標了 大家都要去朝聖吳江了 所以吳江不可能 那國庭應該是他 應該是 我覺得我猜 也都不會是這些地方 他可能會找一個朋友 這是我亂猜的 找一個朋友的住處 那個朋友房子空的 就讓給他住 一個很好的朋友 讓你去那邊隔離 因為隔離要一個人隔離 你不能跟別人家人同住在一起 所以我猜他都不會去這些 大家熟悉的地方 會到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但小葛又講了 你就一個通道 你既然出來 你就跟就好了 你會跟到他那個住處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不過小葛剛剛已經交戰手冊 已經告訴這些媒體 要怎麼去部署了 我猜不會到這些地方 但或者是他在七天之後 他又想通了 那也不一定 我想通了 我要 不會直接走出來嗎 不是 他不會 但我想通了 我要正式面對媒體 我也不要再怕任何事情了 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種狀況 所以我不知道 要問我跟小葛 小葛你覺得 因為像是國庭 你之前就在那邊拍過 他跟某小葛 當時那個證據還滿 然後你是給卓偉 對 就2016給卓偉 在2012年的時候 是在製作報刊登了出來 其實我自己個人判斷 所以今天媒體有講說 他是用7加7加7的C方案 其實這個C方案對我而言 我覺得 他其實住在 Astorio裡面是最安全的 第一點 有人服侍 第二點 他不用聲控 一大堆事情 因為其實他現在心裡也很煩 你如果說你家為了一個吃的 為了一些換洗的衣服 在這個地方 對 可能還有煤電的問題 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你講說精華街的工作是 第一個我覺得精華街的工作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不是只有 他們兩個人在那個地方 更何況李建典 現在有可能偶爾回到公司去 因為他還沒離開 還沒完全離開 離婚手續還在辦理 那還是有員工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覺得吳江 除非是今天王立宏回去 真的很想念小孩 但是我們要回頭講一件事情 是說他如果今天回到吳江 不好意思 他一直要關到他自己的房間 他是不能在外面亂走動的 這是防疫裡面的規定 最後7天 對 這是規定 所以他今天回吳江 根本有回跟沒回是一樣的 他見到他家人 他沒辦法有接觸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說 今天在房間裡面就是傳惡 我相信任何回家防疫的 只要跟家人住在一起的 門應該都打開不會關起來的 應該沒有到那麼嚴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說 因為現在還在風頭上 第一點 第二點是李建典 現在目前還坐在那個地方 還有小孩子 所以他如果要顧及小孩子的健康 還有不要有夫妻上面的 一些爭吵的話 他回到國庭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因為曾經有人報導過 國庭是家徒是壁 他非常非常 家裡還有鋼琴 有一個床 更何況他之前就在那邊做消費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國庭的人 應該裡面應有盡有 是 但是7加7加7 現在是第二個7 如果他還在S Hotel 那這第二個7 是不是已經開始在進行一些 後續的法律開打 因為他跟這個王立宏說 隔離期間有在傳說 積極在視訊律師來協商 是不是就在喬離婚財產協 畢竟像吳嘉 不是說現在要給李敬蕾 到底狀況怎麼樣 您覺得怎麼走 一定是的 我覺得小葛剛分析的對 7加7加7 他全部留在S Hotel裡面 最安全的 而且他根本不會在乎 這個7天要多花25萬 這幾十萬 對他來講這是小牛一毛 這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我覺得這段時間 他有一個安靜的住處 不受打擾 然後十一住行 都有別人弄得好好的 他要專心的去想 他跟李敬蕾的玫瑰戰爭 怎麼去落幕 這段時間他要諮詢很多人 律師是很重要的 父母親家裡的這個父母親一定會 那律師還有他最經濟公司 他整個的經濟公司 包括他整個這些公司的夥伴 包括他最近買的入股這些公司 他全部要想清楚 因為未來整個法律 工房怎麼樣去判 怎麼樣夫妻財產制 或是你用什麼方法 他都要想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搬進搬出 完全不合時宜 因為7天根本不夠 14天搞不好也不夠 如果7加7加7都在S Hotel 是最好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 已經要在做這個整密的 包括心理的沉澱 包括未來的工房 全部要在這個時候做準備 是 但是要花很多錢 剛才看了那個是25萬 再7天要25萬 但是我們要講的是說 剛剛小葛有講 我們在S Hotel 因為防疫的關係 可能沒有辦法坐到他的隔壁 然後他可能像陽明 有時候都會封一整層 過去麥哥其實在砍城的時候 其實你就意外追到金城武 其實在以前國際影展 因為我跑國際影展很久了 我跑國際影展 他在從89年的時候就開始 八幾年開始 早期因為還沒有狗仔隊 所以外國或亞洲的旅館 他的這個front desk就是前台 他沒有這麼的 他不知道會有 那麼靈敏 沒有靈敏 他不知道媒體會來問 那個時候我記得 十一埋伏去砍城的時候 因為金城武很久沒有露面了 金城武 劉德華 張子儀 可是我們主要就要追金城武 金城武因為很久沒有露面 我們是台灣媒體 他們整個的競賽片 觀摩片 都會住在一個Hotel裡面 一個大的飯店裡面 我想怎麼去找 我本來想說也沒有辦法 因為不知道金城武的防號 就去front desk問一下 我本來想說隨便問一問 我就問就說我想找這個 Takashi Mr. Takashi Takashi他的這個日文名字 結果他櫃台 完全不問我任何事情 就告訴我 就幫我查Takashi 他就問我怎麼 How to spell 我就拼給他 他就告訴我 如果多少 幾號就告訴我了 就告訴我防號了 我一聽這麼簡單嗎 我就到那個Lobby去打電話給他 就打上去了 我一打上去金城武 一接到我說金城武你好 我是民生報的記者某某 他說你怎麼知道我防號的 我說沒有 我用櫃台的 當時他跟我小聊了一下 小聊了一下 可是之後就馬上會跟櫃台講了 以後不能夠隨便告訴別人 因為櫃台不知道 因為法國人 他看到你是亞洲人 他也不知道你跟金城武關係什麼 他以為你是他們的工作人員 朋友什麼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媒體 當然從那個時候 金城武大概就馬上跟櫃台講好了 所以以後再找不到金城武的 打電話再找不到 電話也不會通了 打電話找不到金城武了 但從那個以後 多了幾次這個經驗之後 其實你現在到任何的飯店去 如果你要用媒體去找 明星住的飯店 你絕對找不到 因為現在的Front Dex 完全都很 有一個SOP都很機制說 這個人可能是媒體 可能是狗仔 我不會輕易告訴他客人的防號的 好 確實沒有錯 王力宏的第二個七天 大家還是持續在守候 那我們先記一下廣告 稍後回來